拷問式的詢問內容 因為這會直接令對方失去興趣 所以引起他興趣就是你進攻的重點 三 就是得失心千萬不要抬到我殺話 歡迎回到偷心教室 你 遇到喜歡的人 只能看著他被追走嗎 情場如戰場 若你沒有過人的運氣 那你就跟我一起學習和練習吧 準備殺出屬於你的路 不是要你用正面的態度催眠自己 我只是想要探討現實和人性而已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吧 準備好開啟你戀愛的大門了嗎 如果你今天還不知道怎麼跨出第一步 或是不知道該做哪些練習 看這就對了 很少人的天生就可以跟異性打成一片 所以願意嘗試的人就有修正錯誤的機會 當你遇到喜歡的人 你就能用最低的風險避開地雷 用最低的時間抓住重點 其實戀愛就像學英文打球攝影一樣 通過不斷的練習和累積經驗 讓技巧更熟練 判斷更準確 那要怎麼練習 要練習什麼 你一開始要練習的就是聊天 這是很重要的基本功 在踏入戰場前 你要先記住幾個聊天的重點 1. 不能讓對方感到壓力 太抽象是不是 就是你出招時不能讓對方感到你的靈壓 還是不懂嗎? 嗯...好沒關係 反正你只要營造一個自然輕鬆的狀態 這樣才能讓對方慢慢卸下心法 2. 聊天的過程中 你要從他給你的資訊和情報 了解能引他興趣的內容是什麼 他不感興趣的內容又是什麼 那還有什麼可以勾起他好奇心的話題 這都是你要分析的重點 還有要注意一些不該出現的像拷問式的詢問內容 因為這會直接令對方失去興趣 所以引起他興趣就是你進攻的重點 3. 就是得失心千萬不要太重 只要得失心太重 你就會無形給對方壓力 這絕對會讓你處於弱勢 所以你還是剛入門的人 請將企圖心拋到腦後 用當朋友的心態去面對 別想太多 再來最重要就是你要怎麼練習 你可以先跟認識的朋友開始聊 聊到你可以無止境的找話題 覺得沒有挑戰性了 像現在網路這麼發達 隨便找個免費的交流軟體 進去不要有企圖心 單純聊天就好 就像你學新的語言 0到1的過程一定會受到很多的挫折 但你就是要從這些錯誤地方改進 才是你在這練習的目的 重點你不是在這裡瞎聊 你是要做分析 講什麼內容會讓對方傻眼 什麼樣內容可以讓對方很輕鬆自在跟你聊天 聊到就像朋友一樣愉快 而且還可以延伸話題 當每次聊完之後你就可以開始思考 你講了什麼話讓他去洗澡洗到人間蒸發 或是讓他尷尬到不知道怎麼回你 然後去修正這些錯誤 只要你大量練習和反思 你就會慢慢發現到一些規則的存在 當你有領悟之後 你聊天內容修正也會更精確 在你有一定量級的聊天數據之後 你就可以慢慢找出屬於你的穩定套路 但你只要沒有搞懂練習的核心價值 還是一樣過度的自以為是講話很無趣 一用一樣邋遢 展現出降低自己價值的狀態 當然你不想玩這遊戲也沒有關係 不然你始終都要逼自己成長 就因為不是天生粒子投好胎 所以要比別人更努力 要能承受無數次的拒絕 因為這樣才能讓你更強大 所以不要再讓你喜歡的人被別人追蹤 這絕對是會更痛苦的